歡迎光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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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下一位啦 聊菁姐不要亂講話 來…菁姐… 菁姐妳好 憲哥妳好 美人婆當40年了 對 大家好 我們來煮家妓 美人婆 家妓喔 家妓…出美人 家妓什麼 出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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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喔 真的啊 因為我都偷煮啊 人家說偷煮 偷煮開 偷煮拼 偷煮的女兒會煮吃 對 所以我自己的十五人都很幸福 每人嘴 去嘴給你 真的健康都對著 對啊 健康都對著 這個新郎很棒喔 她在講什麼 她好像是不高不瘦 看起來很雲襯 不高不瘦 一見面 又矮又胖 這很有趣耶 你看她也算喔 彰化以男的話 男方是6800 女方是2600 2800沒關係 這個都可以啦 她氣勢 大家開心 就好 當時看人家結婚我們很開心 所以妳的工作的喜愛 代表男方去提親 去為工程者開始 但是妳這個工作反而不一樣 怎麼樣 我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有沒有 妳這個是不是做扁妹人對不對 扁妹人有 扁妹人 扁妹人 什麼意思 扁妹人 扁妹人就是說 妳們兩個已經相愛 妳們要結婚了 請她來出面 就是要老大提親的時候 一種是三七砍狗 就是從陌生到相識 對 完全不認識 兩種都有 兩種都有 我覺得這個角色其實很重要 因為大家都第一次結婚 誰知道到底我現在要拿什麼 要端什麼 要講什麼 沒錯… 如果說要貴 要讚的 對 如果說像憲哥說的說 白白人 這個麥人婆在兩邊的一個溝通 剛才我們也說過了 兩個人戀愛到這個結婚是兩個人 但是是兩個家庭 對 所以說妳麥人婆有去說錢錢 沒有說到最小的時候 有可能就是說這個大小店 騙金說不好吃 雷俗不照顧 有可能兩邊就因為這樣來 對 有 常常遇到 結婚同天出文 通過40隻小雞當代理雞 我們現在這個 新年我如果做雞來 生的小孩 真的說要做雞來是40天 一天要燉一隻雞 對 所以說40隻雞 但是這40隻雞的時候 還有一個測試的方法就是說 以前那個雞…小孩 是20隻天的 20隻沒的 對 帶這個要幹嘛你知道嗎 幹嘛 就是我去問牠 叫一個比較有福氣的人 大家都在那邊 怎麼看 劃聲… 雞聽到那個驚嚇聲音 牠就先走出來 大家在那邊看 先走工的還是先走路的 對 代表說牠會先生男孩子 還是先生男孩子 雞抓粥 對… 雞可以做雞來 可以順勢測試一下 後來咧… 後來真的 所有的婚禮人 婚蜜 聖事 整間很老耶 對 可是那一次也是很圓滿 就是因為大家看到這樣子 感覺說富貴滿堂這樣 拜一定多子 多孫 多福氣 所以說我在那天我也告訴你 你看看 爸爸媽媽幫你穿這麼多雞 希望你可以一體生什麼 可以生學生 兩個剛才在學走 兩個還在學白 腳架邊還派兩個 我還帶兩個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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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以前這個媚婆就是現代的婚故 對… 對啦 其實就是 對不對 兩家在辦婚禮也沒什麼經驗 卵曹操的時候 有一個總司令 對… 因為你看她 來… 她說來… 這邊 等一下 現在來 小朋友都在禮拜吃 這裡怕的小孩來 看到一隻種出來 大家就知道要幹嘛 對… 就是一份也比較好 對 對 對 是 尤其在我們在 一月二十九妳不知道有演嗎 歡迎…情姐可以來 她也好 保證 憲哥你說我肯定有可能 這樣嗎 來… 因為這天我很有可能要結婚 憲哥要結婚 是的 憲哥要 對… 但是因為現代新人 有他們自己的想法 可是在長輩的想法 他也是希望說 我們可以結婚一些雷俗來 女兒結婚我可能會辦滿大的 對 十幾婚禮 有十桌是我的 算冤親債主 對…都會來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好厲害… 來…這個新娘子 來 我看看 會敢即時禁房 狀況多 這個很重要 怎麼了 憲哥就是同調的禁房時 他絕對不能誤 你這個禁房時 你如果要誤就誤就誤 不可以說他們在看好日 看的就好時 我記得印象很深我在南部 有一對新人 他們11點進房 我們回到這個家裡的時候 已經 已經不知道 在這兒已經剩下最後五分鐘了 好緊張還塞車 我們在這個禮車裡面 我們就開始要作戰計畫了 要趕快囉 因為沒辦法進房還在車站 乾脆就車鎮 對… 趕快 車鎮不是用在這裡的 不是… 所以我就跟那個司機告訴大家 說 這個司機麻煩一下 就是在這裡 趕緊急煞車 對 你趕快先北甘吃 和得生 我們南部甘吃得生一定要先北下來 就是那個結婚的那個 對 新娘要下得生過 才會趕快生日子 你付這個北的 我就要贏圓分 然後新郎觀禮準備好 趕快新娘子 你那些白紗裙滾得脹 脹耶 痛滾 對 然後待會兒我們要 以跑白女的速度 之後放進去… 放進去… 然後我們就要趕快去新娘房 但一點一定要搞 一定要到新娘房來 對… 那我們就先講好了 就講好了 好緊張你知道嗎 結果我就問新郎觀 我要說 靠天 妳做第一次 妳第一次 第二次的新娘子 我在後面後 打開就衝 妳要趕快就衝 一趕快就衝 一趕快就衝 沒有這麼快 沒有這麼快 新娘房在哪裡在幾樓 她跟我說五樓 五樓… 五樓怎麼上去 五樓 這樣的話 真的那次都這樣 沒有電腿嗎 沒有…沒有電腿 沒有電腿 還要跑樓梯上去 對 真的就跑樓梯 跑到樓梯 新郎觀把門打開 我們一票人衝進去之後 坐在新娘房裡面有兩條椅子 會口罩不會噴火 大家一直喘 好喘… 剛好即時 剛好 對 為了趕這個即時 我們在高速公路上 也是常常發生這個問題 就是說有時候感染得洗白不好 我有一次就是白不好 真的 湯仔問一下 別人沒手掌 對 又有遇過那個交通警察 走下來 走下來 走下來那時候 很有人情味 警察 而且 開路 對…開路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台灣的人情味 對 真的好可愛 警察是抓壞人 人在騎士我們就要幫忙 也不願意 對…人民保母 沒錯… 對 這個很重要耶 這太好玩了 其實這個進房很多的趣事 尤其你像在訂婚的時候 我們不是會哄那個改口茶嗎 講茶 哄茶 哄茶有兩種 哄茶 哄茶有兩種 對…那個叫改口茶 以前你可能叫阿伯阿伯 可是現在要叫爸爸媽媽 我比較會跟新人玩 我就會故意捉弄他 我就問說 那個新娘 你不知道以前這位 是年輕人嫁你媽媽媽 對 我是說請問一下 妳不知道怎麼穿好 妳是連名帶的時候會叫她叫 還是說Honey還是老公 當然你手段差一定很不好意思 會害羞… 新娘會不會有… 新娘會不會有講錯 我一律都叫寶貝 不是 沒有… 什麼一律 不是就一哥嗎 我們那一次那個新娘是好可愛 然後我就一直逼他說 他說你要講啊 你要稱謂一下 讓我們聽聽看 你們平常的暱稱是什麼 他說真的要講嗎 講… 對 然後他就突然 就吸了一口氣 他就端給茶給他老公 他喊一句說 豬子 請喝茶 他叫豬子 你叫豬子喔 對 因為他說很好吃 每個人都只要他叫豬子 從我們現場大家是消班了 琴姐的故事還真的 對… 你怎麼做就豬子40年了 真的 太多事情可以這樣 但是為人做媒 有一個話人家講 做媒人 對 有沒有售後服務出問題的 會嗎 售後服務 其實這個真的是有一對 很疲憊 不生孩子 八十年了 後來我們就在說 奇怪 什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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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生 不知道是問題出在哪裡 很奇怪 我做媒人不說不生 他就跟他說一句話說 姐姐 真的是問題出在我 我說什麼問題出在你 是怎樣 晚上你在笑 對啊 晚上你在笑 對啊 我也常說 他說我 我想好 你屬虎的 不可以 開心 你有車 因為大家都拚好拚不離 怕他在家 對不對 所以說不可以 我也是屬虎的 人要進心房就要離開 沒有… 可是你是新娘子的爸爸 也有遇過是新郎關也是屬虎的 對 要有拚 有拚的方式 拚是什麼 拚就打 有什麼 對 無解釋 例如說他可以不用來是不是 不是…不用來 爸爸一定要來 還是說前面七七四十九天先關 不是 還是視訊好講好不好 綁起來 不用…五花大綁 我現在為你解套 對 你來也有關係 但是不要到新娘子的新娘房 對… 可以就是說再也不要看到嗎 不是 不行… 很不容易因為活動 血緣切不了關係 對啊… 對啊 這重量不可以說不夠的 對… 好 沒事 說歸說 說真的 女兒真的是爸爸上輩子的情人 真的會捨不得 爸爸的心頭肉 對 真的 所有的父母親都是一樣 小妹是寶貝 對 可以 有耶 可以沒有 我跟你講我簡單吧 你嫁出去之後 你爸爸一定躲在裡面 房間裡面 沒有 偷哭是不是 對 不會啦… 好想看 你不要人家那裡出來 我想拍 對 紅色訂閱的字樣 把它按下去 那就對啦 訂閱之後 這顆按鈕就會立刻像現在這樣 出現小鈴鐺 小鈴鐺 記得這個小鈴鐺 你也要給它按下去 就能收到我們最新影片的通知囉 趕快去 趕快去是